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两岸原生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大家好 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是周末 先祝各位投资朋友们休假愉快 那今天应该是蛮开心的啦 因为加权股价指数 又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点 终于又占回到17200点之上了 但是在这个结构上面 其实我一直跟投资朋友们强调 其实结构上面已经出现一些变化了 就是过去那些投资朋友们 所觉得很热门的 很喜欢去操作的那些标的 其实它已经慢慢的 从主流当中退位下来了 但是有新的一些族群 开始去做一个接棒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整个资金在做移转 在做移动的一个过程嘛 所以呢 我说电子股要来去做接棒演出 包括我昨天在盘后节目 跟大家讲的像这档股票啊 它也创新高了 对不对 我说有一档彩蛋股 它要你可以下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今天创新高了 它也不是什么钢铁 它也不是什么航运 它是所谓的电子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那为什么电子半导体呢 它会开始接棒这个整个市场上的主流 那最主要跟一家公司有关系 待会我们再来慢慢说 所以呢 你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先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扫两下这个QR Code加入洪老师的LINE 那如果你不会扫QR Code的 没关系 在LINE的ID里面搜寻 WIN580888 WIN580888 加入洪老师的LINE 那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台股其实它都会一直不断地去做循环 那就很像说 我今天如果是一个主力大户 那我可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做了钢铁 做了航运 我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当我股价来到一个高档的时候 它会开始有一些利多 那如果我出现利多不涨 那是不是代表说 有人在这个高档上面 开始去做调节的动作 那当然你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你要了解说 其实有一些个股 它必须要抽回来 那你要把资金转向 所谓的未来 大家还没有看到的一些标的里面 所以今天指数大涨的过程 今天涨了143点 你可以发现到 结构上面钢铁不动了 运输也不动了 但是电子开始去做接棒 甚至金融跟生技类股 都有买盘来去做进铸 这也是我一直跟投资朋友们聊的 我说万七之上一定有新的方向 新的机会点让你去做一个布局 但前提在于说 你要先把过去 这些已经开始人家在出货的股票 你要换成组身段的标股 如果你还是觉得说 我一定要做航海 我一定要做钢铁的话 那你就会措施掉 未来这些电子股大涨 这些王者在领的一个机会 包括我刚刚跟投资朋友们讲的 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它开始有买盘再去做进铸 但是因为你的想法 还是在于航运 还是在于钢铁 包括你的老师也是一样 看到新闻去做股票 觉得消息很好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但是同样一个时间点 假设 我说你再怎么擦 今天台积电又上来 来到603块 台积电的反弹点 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你在551块钱的时候 你买台积电 跟你买2609的阳明 跟你买2603的万海 2603的长龙 跟261的万海你比较起来 你光一档台积电 台积电的涨幅 就已经超过这些股票了 所以我说现在资金正在做移转 以前最热门的钢铁航运 它把资金抽回来之后 它先拱台积电 台积电一定是第一棒 因为它的资金量够大 它为纳量够大的情况下 我才有办法去吸收这些的资金 否则你想想看 过去这些航运股手上 可能有几百亿的资金 那如果我没有足够的辞职 去吸纳这些资金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带出一个新的主流出来 所以台积电它预告一件事情 我现在的资金开始往电子股去做移动了 当然你如果资金量够大的 你当然是买台积电 可是当你的资金量是比较小的话 我们当然是要找什么 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来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之前跟投资被我们聊 我说你要注意的是 除了台积电以外 包括从台积电开始衍生出来的 半导体设备族群 因为台积电现在要涨价 如果我台积电涨个两成 对不对 涨两成预告说 我现在的产能就是紧缺 如果我的产能是非常充足的情况下 台积电怎么可能调涨价格 不可能嘛 一定不可能嘛 那台积电它现在就是产能太爆满了 我现在后进的订单太多了 所以我必须要怎样 用价钱来去制它的量啊 那我这些调涨出来的价格 我未来呢 必须要拿去做扩产 它必须要增加它的资本支出 所以整个资本支出在持续的往上去做增加 整个循环就造成了 整个循环就带起来了 所以以前大家还在很疯狂 这些所谓的钢铁这些所谓的航运 我说你不用疯狂这些 你要找的叫做现在人家在做的股票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跟投资朋友讲这一档 三叉叉叉叉 因为设备股开始进入入障的高峰 7月营收创新高嘛 那重点是这里出现大量资金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量占比从1000来到200 就一个量比价的先行的道理啊 我以前默默无闻 现在开始成为市场上的当红炸子机 那为什么这么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局 那以前默默无闻都排在1000名 现在可以跳升到前200 那未来就是前200名热门的股票嘛 所以你就看到说从他开始 当时这一档股票 我今天开牌给你看啊 3583的星云啊 那我在买的时候 一样啊 你就看到量缩回档均线向上 量缩回档当然就继续涨给你看啊 以前默默无闻 未来会成为当红炸子机 这就是我操作的一个想法跟节奏嘛 所以你就看到3583的星云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啊 它也不是什么钢铁 不是什么航运 甚至昨天跌下来的时候 我说有彩蛋嘛 我说你加入我的line 你加入我的这个line里面 我会在盘后解析当中 预告一个彩蛋给你嘛 所以昨天跌下来 我也是这样直接讲啊 我也是说就是这一档股票 你要特别的去做留意有没有 我都没改变过啊 那你可以看到 我当时在节目上面 在网路上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怎么说明的 我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因为台积电要涨价 当我的台积电在涨价 那你接下来第三季的 整个资本支出 它一定要继续往上去做调升 那这种设备路障啊 通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之内有没有 它只要完成了 它开始营收进来了 它就有接下来要任列下一个月的 然后呢 循环就只有旧时而展开 所以呢 它的营收 我就看它的营收嘛 我们看七月份的营收 它是爆炸性的成长啊 比去年成长48% 而且创新高有没有 创下两年的新高 所以它的基本面 已经出现改变了 但是资金它比较敏感 有人看到了 它就先动作 所以量占比才会从 1000有没有 跳升到200 那股票是怎么会去 有人买就去啊 有人买它就涨了啊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 相对来讲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而且又有台积电的加持 是不是做这种股票 比所谓的钢铁股 还要来得更好 那假设说 昨天钢铁股不是大涨吗 那好多市场上的专家 有没有 每一个人都开始跟你推荐啊 未来的主流在钢铁 未来的机会在钢铁 那昨天有一档股票涨停板 叫做2028的威智啊 全市场有多少的专家 在跟你讲这一支 我相信今天全部都不会再说了啦 每一个人都把他昨天讲的 什么我买在低点 什么我之前买在多少又多少 全部都不见了啦 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做钢铁嘛 那钢铁股后面的结果就是如此啊 我也没有因为昨天 威智涨停板 好开心哦 恭喜会员 但是重点是他的走势就不对啊 你看到他这边倒出大量藏黑 人家早就已经在出货了 结果你没有跟着人家出你还怎样 逢低去做加码 那你做这种股票 跟我做3583的星云 你觉得你要哪一个 所以我说你不用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面啊 如果你把这些 以前热门的标的 这些过去已经是主身段 已经是炒热过的股票了 你把他资金抽回来 当你把资金抽回来之后 你有更好的方向 你才可以看到更长远的未来 可以去做布局的动作啊 而且我说这种半导体的产业 它的趋势才正要开始而已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台积电会涨价 涨得这么急的啦 那它会涨得这么急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台积电的产能真的已经爆到一个 没有办法再爆了 那我现在的产能只能用价去制衡那个量的时候 去制衡那个量的时候 当然未来整个成长性跟爆发力道是非常可观的 它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不只在台积电而已哦 你想想看哦 以台积电一个中心 我们以台积电为一个核心好不好 那如果台积电它的订单量非常满 非常爆炸 那是不是代表说我接下来下半年往下游 包括PCB板 包括所有的电子零组件 它都具备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订单量 因为我上游就是这么好啊 那我上游一定会往下游移动啊 那我上游都已经爆单了 我下游呢 以后你就看到了啊 整个很多的电子股会一档接着一档 棒棒棒跳出来 这就是我在跟投资朋友们规划的事情 当整个市场的资金在做移转 当整个市场的循环已经在发生了 那如果你还是关注于过去那些丰功伟业 还在看过去的荣耀的话 那你就真的会错过 错过这个所谓的电子股王者在临的机会哦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快把主跌段的股票 换成主身段的标股 而且这些主身段的标股会越来越多 会一档接着一档让你看住看到 而且这些股票不再会是所谓的钢铁人 也不再是所谓的航海王了 那什么样的机会点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换住您不再旺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逢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换住您不再旺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逢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换住您不再旺赌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逢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击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 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在台股这一波 1500点的修正 我相信很多市场上的 投资朋友 你现在已经感到觉得 非常的恐慌 甚至说 蛮多市场上的专家 现在都在倡导就是 你要短线的来做操作 就是你今天买了 有赚钱 明天就要赶快卖掉 或者是 有赚就要赶快跑 那甚至越来越多 这种空方的言论 开始在整个市场上面蔓延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啦 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空头 没有这些所谓 短线上的一些资金的话 我们就做不到一个 大波段的股票 其实我在操作上 我在买股票之前 我会先思考很多的事情 我这支股票买进去后 我又没有一个十年的好光景 我有十年的好光景 我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股价一时之间的震荡 对我来讲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看得见它的未来嘛 可是相对来讲 如果有一些股票 它只是今年刚好有一个机会点 或者是说它只是突然之间爆发的话 那怎么上去自然就会怎么下来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就要跟狼一样 对行情要有嗅觉 对危机要有感觉 对猎物你要非常非常的果决 对不对 所以我说有一些危机感 你一定要有 包括我之前一直在谈的 像钢铁航运 其实它如果说利多一直发一直发 但是股价涨不上去 你其实就要有一些警觉性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讲 这个有点怪 台积电加入海运的抢柜大战 美国建厂模式 台湾制造美国组装 我相信投资朋友 你今天还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 还可以看到相关讯息 甚至昨天在这个政论节目里面 已经不是财经的节目 政论节目当中也都在谈这个事情 那我就觉得很妙 我说你在这个位阶点上面 你一直放这个利多做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你今天股票真的这么好 你今天真的整个产业的趋势 发展趋势真的这么棒 那你为什么股价会这样子摔呢 你为什么股价会从200块钱 跌到现在剩138 甚至呢 这个连原本帮你办现真的这个元大经 他都必须要去做停损 那这一切都是有一点猫腻存在 我觉得很妙啊 所以我对于危机的感觉 是非常浓厚的 是非常重的 所以当我看到了 就是有人在高档去办现真 哇 而且一站现真就是16万张 那当然很多人讲说他未来 就是今年缺船缺港嘛 然后塞港的问题 所以获利很好 那人家看的本来就不是 一年两年的状况啊 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 10年来看的时候 你觉得他今年的现况 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他如果恢复到正常的水准的时候 那他的骨架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啊 那在做高档我要看到未来嘛 我要让我能够看得到10年的未来 我现在去做布局我心安理的 可是呢 如果有人已经在出货了 有人已经开始在做调节了 那我也相信你要自己要注意啊 不要只是看新闻嘛 报纸一分二十块 我说实在啊 如果今天做看报纸做股票 你就可以赚到大钱 那全台湾没有穷人啊 大家都做股票就好啊 每一个人看报纸 看报纸就有办法赚钱 那谁还需要我们呢 所以你会觉得说 老师的看法好像跟媒体 跟主要的这些媒体都不太相同 那我觉得这才是帮助你的事情啊 如果我只是拿消息新闻面来念一念 那你自己做就好了 你来找我干什么 那我就是因为 我就像狼一样 我就已经看到危机感了 我说这个有猫腻 这个有猫腻你要去做调节 那有未来的行情 我们也要去做切入嘛 那你把资金做移转移动 你才有办法把你失去的所要回来啊 这叫做股票市场的循环 春根夏云秋收东藏 适者不失时者 无骨不绝 那你只要找到未来的机会点 下去做布局就可以了 包括我就是说 台积电这个代工价钱涨价 这是真的啊 它一调涨就是20个percent 有很多的外资本来看衰台积电 告诉你说它毛利率 未来五成不保 因为它的投资本支出太大了 所以它未来没有办法维持在五成 可是当我的价格调高20%的时候 你觉得呢 它有没有机会再回到50%以上 那如果我的毛利开始起来了 你原本在写那些看空报告的那些外资 它是不是要重新再写 那如果我重新再写的时候 以前的利空就变成利多了 以前看空现在又看多了 这就是外资一直在干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是一直觉得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更长远的未来 那台积电为什么可以涨价 我之前一直跟投资朋友们聊 对不对 我说就是这个东西啊 车用电子的部分啊 车用电子自驾车开始准备要进入到什么 量产阶段了 尤其是Google这个微幕 当我的Google开始要进入量产阶段 那它未来的需求 不会是一台两台吧 那都几万台几万台在生产的 所以当这个市场开始出现一个改变的时候 我才会跟你讲 因为自驾车的关系 所以车用电子它会蓬勃发展 车用电子它会有一个爆发性的成长 当车用电子开始成长自然就会带动半导体的成长 那台积电为什么要调涨 因为车用的订单太多了 它已经把它塞爆了嘛 这个媒体没有说啊 媒体都没有讲啊 这完全是我们自己去研究出来的东西嘛 所以当时我才会跟投资朋友们讲 像这个啊 车用封装SIC的封装制程 它是未来会持续成长 而且会有十年的好光景耶 主力成本区间在哪里 大盘跌破月线 它居然还能够撑在月线之上 量占比从200来到50 那支部未来会成为前50大热门的标的 所以当时的价位162.5啊 到后面178块钱 到后面呢 再涨到182块钱创新高 一直到哪里 一直到194块钱 再创新高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涨太快了你不要追 待会你再去做布局的动作啊 因为涨得太多 它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嘛 现在被警示啊 被警示啊 那不是它股票不好哦 不是它未来前景的关系哦 就是因为涨太快了嘛 所以你会觉得 我一定要做钢铁才会赚钱 我一定要做航运才会赚钱 你同一个时间点 好在这个位置点上面啊 那你去买的长龙 你敢有钱 不会赚钱嘛 那你去买的阳明好不好 也是一样啊 所以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于说 现在钱已经开始去做转换了 当我的市场的资金 开始从过去的钢铁航运 开始转到所谓的车用半导体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抓准机会 你之前错过了非常多的商机哦 包括我之前在做的 我说电子股会复制 传产股的奇迹 对不对 我说电子股会来啊 那电子股会复制传产股的奇迹 我也没有跟你讲说 要做NB要做面板 因为我说那个没有办法改变世界 真的改变世界的机会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包括巨匠的部分涨57% 包括副顶涨72% 包括尼克森涨40% 包括樊宣涨的18个percent啊 那这些全部都不是你所熟悉的股票 我相信啦 你如果看都没看过嘛 但是为什么我会知道 很简单 有研究嘛 当你用心去研究的时候 当你知道说未来改变世界新科技 在所谓的车用 在所谓的半导体 那你自然可以挑出这些的族群 所以我说做电子股是比较难的 它是比较难的 因为有非常多的股票 台湾有60%以上的股票 都是电子相关 那在这个电子股当中 你要怎么去挑选到 真的能够改变世界的 真的能够在那个低档来去做布局的 这才是做股票的一个方式跟方法 所以我觉得当资金它开始做移转了 未来最好的机会点还是在车用的时候 你真的不能够错过这10年以来最大的行情 因为当我的Google自驾车开始要量产了 那Uber它也有自驾车在跑啊 那甚至未来还有苹果呢 苹果它要做什么 你以为iPhone生产完就没事了吗 它的Apple Car呢 如果我连苹果都要做汽车 那你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台苹果汽车 就很像当年苹果在卖iPhone的时候一样 你都看不到所谓的iPhone 但是你当时你去买苹果的股票 你等到iPhone上来你是不是赚爆 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又来了 只是这个机会在哪里 它不是在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它是在所谓车用电子市场里面 所以你要怎么逢低的去做布局 你要怎么把你手中的持股 把你所失去的要回来 就是你要去做调整 把过去那种航海王钢铁人 手中阻碟的股票换成主身段的标的 尤其是车用电子 我相信这个车用市场它不会等你 当这些股票买点又来了 但是你又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 那你当然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所以你错过富顶巨翔 我觉得没有关系 还有更强的 还有更好的机会 因为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所以你不要再犹豫了 趁着广告的时间把电话拨通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反正发送元素资料仅供参考 或使用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因素资料仅负投资料仅仅供参考 大约旅 旅轻药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赋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投赋核心操盘团队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赋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赌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